班老師 還有宜珍老師 還有齊老師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進 前輩 還有同學 各位午安 我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點我對於紅龍夢的看法 那我之所以會排第一位 實在是非常的 不好意思喔 是因為我2點20還有課 所以我等一下會 很過意不去 我必須要先離席 所以在這裡先跟大家致歉 那所以我就利用這麼一個簡短的時間 談一談 有關紅龍夢 我覺得 他可能 在這百年的這個 民國以後的這個視野裡 也許我們忽略或遺漏 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自己常常感覺 其實 我們 從民國以後 可能對於過去的傳統 跟紅龍夢的距離 不只是200多年 而很可能是2000年的文化斷層 那因為紅龍夢其實 他所寫的這個階級歸屬 以及呢 他文化集中的這個特性 事實上跟我們現在人人平等 然後呢 文化普及 然後教育非常發達的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他們的價值觀 生活形態 意識形態 還有他們所 煩惱 所思考的問題 可能都跟我們今天非常不一樣 那所以我就嘗試做一個 思考 就是說 會不會 我們回到這一個舊傳統 反而更可以 重新挖掘 紅龍夢的內涵 而且也可以是 這麼久以來 紅樓的走向 可以產生一個轉彎 那 也許就可以還 這個 這個紅龍夢一個公道 那當然一方面 也可以 去挖掘傳統裡非常珍貴有價值的東西 那所以我一開始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就是 我們讀紅龍夢會不會 一直忽略掉一個基本立場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在使用文本 還是在詮釋文本 那我深深感覺 使用文本是很容易的 因為文本是工具 他可以拿來符合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自我投射 然後可以在文本裡面得到我們主觀的滿足 但是詮釋文本是非常不一樣的 詮釋文本是需要無我 把自己放在一邊 甚至要去支持一個可能我們從一誕生就反對的一些價值觀 比如說階級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這個艾科他的這個說法 很值得我們省思 就是說 一個有責任的讀者 或研究者 他其實應該要用 詮釋文本的態度 來接近一步經典 那詮釋文本他表示 我們得要做非常多的努力 包含把自己丟開 那所以下面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點我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其實紅樓夢他所追求的可能跟我們今天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追求平等自由 可是他其實完全不是 例如說他非常討厭爆發戶 可是爆發戶卻是我們現代最熟悉的一種類型 他有權利 包含財富 政治特權 各方面的優勢 可是他不是貴族 貴族所真正自豪的 其實是文化 好 那這個文化是要好幾代上百年的累積 才有辦法形成的 可是這在我們現代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因此我們非常的陌生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只好來看一下 我們藉由跟曹雪芹非常熟悉 也很了解曹雪芹跟紅樓夢的知驗哉 大概就可以認識到這一點 那知驗哉作為一個評論者 他可以把一個小說在講故事的過程中 不可以現身說法跳出來評論的一些意見 給點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知皮裡非常多這樣的表述 他們真的很討厭爆發戶 因為他們不讀書 很愛錢 然後不懂得禮教 不懂得禮貌 那這個可能 反而是跟我們現代 最陌生的一種價值觀 然後呢 我們可以注意 事實上對於這些 傳統的貴族世家來說 他們固然擁有經濟上跟政治上的特權 可是也因為如此 他們也負擔 很大的這個社會責任 跟一個道德義務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非常謙和的 他們是非常注重教育的 跟我們現在的放任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引用了一位 日本漢學家 果川道強先生他研究六朝貴族政治 的一個結論 或者是他的一個心得 他說其實貴族之所以為貴族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性 所以貴這個字跟財富 沒有直接的關係 雖然 必須要建立在財富上 那所以貴這個字 跟富 其實是必須要嚴格分開的範疇 那精神性 才是他們真正要追求的 也因此呢 道德 禮法 還有各式各樣我們現在人可能覺得是束縛的那些東西 事實上才是他們真正要追求的 那以至於呢 我下面就找了幾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發現 不曉得 是不是真的能夠 真正詮釋文本的回歸到紅樓夢本身 所以我舉了幾個案例 等於把這一個舊傳統的價值 以及回歸到紅樓夢文本的嘗試 做一個 例子 那麼首先就是有關大官員 那為什麼叫做大官 我想我們現代的視野大概就會如 各位所看到的 我刻意從幾個音譯本 來 間接了解我們是怎麼樣了解大官的 那麼比如說風吟啊 或者是洋洋大官啊 類似這些說法 但是可能大官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回到舊傳統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固然我們現代的這個大官 洋洋大官風景上面的全備 其實也有根據 這個是在 大官員的提示裡面 確實有 但是這個其實恐怕不是他最重要的 事實上這個大官是來自易經 也是正統文人 他們最基本的 這個 文化素養 那 更何況 是跟皇權有關的 那個階層 大官一定就是指王道 好 所以像乾隆 他喜歡 到處玩 所以也到處去提名 他就提了很多比如說大官堂 大官樓 那其實都是在表明他是一個民軍 是一個能夠實踐王道的民軍 那原非回來醒清 刻意也是 四名大官 包含大官樓 其實是再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帝王的風範 那所以大官的含義 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他就是王道 那王道實踐之後呢 天下太平 那四宜八方 都來歸順 近越遠來 這個其實才是大官真正的含義 那麼我們在紅樓夢裡面 確實看到最直接的證據 正殿兩邊的 這個對聯 必須要由皇妃 親自來提示 那各位看到這兩幅對聯 完全 就是 所謂王道的實踐 所以他會四名為大官樓 完全是在這個2000多年的一個 精英文化的正統裡面 的一個實現 那也完全符合皇族 他們的這個身份地位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各位可以 再參考一下的 那由於時間真的非常的有限 我很擔心 會這個排擠 或者是影響到 別位發言人的這個精彩演說 所以我下面會講的快一點 那我下面又舉了一個 人物的案例 主要是在 obed 我要呃 呃呃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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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呈呃很有趣的 還是非常熱烈 甚至非常尖銳的一個情況 但是 會不會在這樣一個文化普及教育發達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有 能讀能寫的能力 也有發言權 但是會不會我們集體的 不在於一個正統的背景之下 所以我們的好物褒貶 呈現出集體的 一個偏差的情況 那麼例如說 例如說 我們覺得 秦文很帥直 很高潔 我們很喜歡他 認為他是一個叛逆者 是追求自我的一個英雄 最後悲劇 死亡 所以贏得很多讀者們的這個 悲嘆跟欣賞 但是 也許不一定是這樣 那麼我們先看這個探春好了 我覺得在這裡 如果我們知道說 曹雪芹調動了多少的文化資源 作為他塑造這些人物的藍本 然後融會貫通 然後加上他自己的畫龍點睛 以至於讓這些人物非常的活靈活現 那麼 回溯這個就傳統 我們對這些人物的看法 可能就會有點不一樣 例如探春這個人物呢 他由於一些很特殊的關係 那是在第55會以後 才真正有一個很重要的舞台讓他來發揮 事實上他的重要性是不亞於拆帶的 那麼例如說在他身上我就看到幾個古人的影子 那麼這都要回到舊傳統 我們才能把握到 例如說 探春說 他從來沒有說過謊 這是真的 可是 沒有說過謊 這在傳統裡 其實我們只要受了一些基本的中學教育 可能就可以想到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在講這個人物之前 我們還是用枝燕齋的批語 來證明這一點 就是說 探春真的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方性 那不說謊 所以事無不可對人言 可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都知道其實是來自於 司馬光 那所以呢 這個 宋書裡面的記載 是非常明確的 那麼所以探春身上 其實是融入了司馬光的高峰亮節 不只如此 我們再往下看 在探春 寫給寶玉的一幅花間裡面 裡面用的非常漂亮非常精緻的平紋 那裡面呢他就提到 他為什麼會感冒生病 因為呢他夜半欣賞月色 不想辜負這個良辰美景 所以沒有去救起 以至於為風露所欺 這寫得很美 我們現在只會說感冒 人家說被風露所欺 那 對 可是 可是我也是到非常後來才赫然發現 明明這一段 所回應的 也是我們中學就讀過的一個文本 那就是 蘇東坡 他在由 成天寺 的那一段 我們都背過的文言文 那蘇東坡也同樣做過這樣的 可愛的傻事 所以 探春身上 我們已經看到兩個 而且是我們非常欣賞 非常讚佩的古人的 影宗 那其實不只 其實不只 那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是 稍微 舉一 舉幾個小例子 來稍微做一個 例證 看到舊傳統 其實可以怎麼樣幫助我們 更了解 曹雪芹塑造這些人物的用心 那麼所以跟探春 在第55回同時並列的這位寶拆 那這是拆在褒貶裡面 可以說是一個劍拔人物啦 我們現代人不曉得為什麼很不喜歡這個人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可是曹雪芹塑造薛寶拆可能 跟我們今天的想法是很不同的 比如說根層粉裡面 他的回幕上一字定評 就是石寶拆 小繪全大體 那這個十字來自於哪裡呢 我認為 應該是來自於孔子 這個是在 這個是等一下再說好了 這個是來自於 沒有提到 有在這裡 所以孔子是聖之使者 他兼具了聖之親者 之認者 以及之合者 而且呢 因實質疑 那他的這樣的一個極大臣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個極大臣 那這個極大臣就是在說明這樣的境界 而極大臣其實也出現在 薛寶拆身上 那這個是透過支批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他把前三人之長 就是 湘芸 寶玉跟黛玉 他們的長處 都並歸於一身 這個是支批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其實他回應的也是極大臣的這個概念 而且剛好都是極三人之大臣 所以 從這一點來說 四書五經啊 這些都是他們這些 文化精英的基本常識 可是確實跟我們現代人非常隔閡 非常陌生的 一個遠古的東西 對我們來講 所以會不會 我們都是在 用自己的想法 來使用文本 而不是詮釋文本 那 連 寶采的所謂的 莊魚手鐲 這個在傳統裡 也是對大雅君子的最高的讚美 包含杜甫 包含 陶淵明 這些典故用詞的來源 可能會校正 我們對這些表述方式的 一個認識上面的框架 然後呢 像藏魚手鐲這些我都把資料有找出來 像這一個手鐲 是來自於桃淵明 手鐲歸原田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藏魚是來自於道家 他們很高明的一種大智若餘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 總之 為了不耽誤時間 我下面就再舉一個 秦文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喜歡秦文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現代人本來就是個人主義 然後呢 很放縱自我 然後連帶的也很放縱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 如果回到過去的話 可能 剛好想法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像秦文 這個人物當然也會引起很多的 正反兩方面很激烈的 甚至是鬥爭喔 但是我們就如實的回歸到文本 但文本太豐富太複雜 我們這裡沒有時間 來做討論 那我只好舉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也是要回到亞文化的傳統 我們才能夠辨識的出來 例如說 秦文有幾幕非常經典的畫面 那一個就是 撕扇子 做千金一笑 那我們現在人很喜歡啊 很開心啊 對不對 完全放縱啊 然後不用去考慮啊 這大概就是我們現在人很喜歡的一種 形態 可是 撕扇子做千金一笑 我也是到很後來才意識到 所以我就想我們這個時代真的無形中給我們很大的 障礙 就即便那些相應的文本我們其實都知道 可是就是沒有連在一起 那因為我們活在時代的空氣裡啊 所以 某個意義來講也斷絕了那個很基本的 聯繫的通道啊 於是那個感應就非常的遲鈍 那我後來才忽然發現 原來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啊 他事實上所回應的是包四的典故 他其實是用包四 那包四他喜歡烈伯 這個是最晚到明代 冯夢龍的這個 那個列國制裡面 就已經這樣用的啊 而且就是用在包四身上所謂的千金一笑 那這一個用語 在傳統裡 最早是出自於六朝 而且是用在對寵雞的放縱上的 這也很符合寶玉對秦文的倫理關係 然後千金一笑後來呢 就直接又跟包四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都知道包四是一個王國的一個象徵 大概沒有人會稱讚他的啦 也許會同情 可是我想沒有人會認為他有人格的高度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包四的影像 疊映在秦文身上 而且秦文確實 也頗有那一種 非常自視 我們喜歡的 但是 也許 在另外一個範疇 不見得 是一個人格的表現的 那些層面 有審美價值 但是未必 有人格價值 那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在討論的啦 只是說 舊時來說 那麼包四的影像 被挪用 而且很清楚 因為明代就是這麼的清楚了 那麼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 他是在整個那個大傳統文化裡面所 誕生的 而且是如此之極大臣 所以 假如 我們已經 清楚看到這個事實 然後我們也 盡量願意 先拋開我們現代人的主觀價值 然後詮釋文本 看到這個現象 那可能 我們對於紅龍夢的視野 包含文化的評價 包含人物的論斷 可能都要重新調整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知批說 他 有很多我們現代讀者 看到知批跟我們的意見不合 就會說 知批比不上 曹雪芹的進步思想 我倒覺得 恐怕未必如此 知驗在應該是最符合 也最了解曹雪芹的 那麼他就說得很明白 習青 遠遠是高過於 傾文的 那這位習青就是習人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多說 其實習人的命名 也非常非常的明確 他是回應傳統裡 對於女性的最高讚美 包含花結雨 以及花氣習人 那這個說來話長 還有很多的這個文化背景 可以去追蹤 那我的意思就是在於 非常有趣喔 那為什麼 我們現代人 很多的 比例 是傾向於 不喜歡習人 然後當我們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常常就會欲加之罪嘛 對不對 那塞給他很多 其實是 不應該的 一些 批評 那尤其我們現代人又 不喜歡 自我節制 所以 在用於譴詞上 尤其是網路匿名狀態 就會有很多 我覺得可能是違背了曹雪芹所期待的 一種表達方式 那回到舊傳統 會不會是幫助我們 讓我們更優雅 然後更 敦厚 然後更高華 然後更 更優美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回歸舊傳統就非常有意義 因為他告訴我們現在發展了100年的這樣的一個民主 的一個走向 也許 可以得到一些 更好的力量來加以平衡 而讓他走得更健全 那這當然是說的太多了啦 但是我想 文化他本來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大議題 那紅夢是這麼博大今生 會不會其實就無形中 也蘊含了之於我們方向的一些契機 那我的 結論 就是 希望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很深的一個心得 我們現代人總以為 古人的想法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們的思想感受 他們的意識形態 以及他們所要追求的都跟我們現代人一樣 什麼婚姻自主 戀愛自由 然後追求平等 真的是這樣嗎 我想不是 我想完全不是 古人要回答的問題 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要抗爭是我們的事 但是 紅的夢 可能完全不是在追求這一點 如果我們願意去接受一個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 對象 我想我們才有可能 真正從他們那裡 得到真正的優點 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我們的工具 來加強鞏固印證 我們現在的價值觀 然後把曹雪芹變成我們現代人的啦啦隊 我想這樣子可能對紅的夢會更公平一點 而且對我們現代人來說 也許更有積極的意義 好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非常感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